12月11日晚上7点半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发生了示威活动 学生们游行的口号是同工同筹拒绝双标 自愿返乡不要威胁 据透露学生们抗议的主要原因在于 高强度的工作且无法请假 专硕要上临床但是不给做核酸 即使是阳性也不能请假 请假还需要补工时 而且学生长期在临床上做和归陪生一样的工作 专硕学生只有一千的工资 实习生是分文没有还要交学费 而同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正常工资却在一万元以上 大约300名穿衣学生在校园内进行了示威游行 据悉医学上的归陪制度就是由华西率先创立的 归陪意味着一个医学生毕业之后不能直接参加工作 而是需要以住院医师的身份在培训医院接受系统的临床训练 这段时间里通常他们不再是学生 但也不是医院的正式职工 因此他们无法得到一份正常的工资收入 顶着这样尴尬的身份 他们需要经历三年的时间 在昨天晚上的示威现场 有学生说 现场有一名外科主任雷某站在高处不断拍摄学生 看起来像是要秋后算账 之后学校领导到场 并称华西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从学校的角度还多 需要 不管是从学校 还是学院 还是医院 还是从各个省的情况 同学们如果觉得 我今天过这代表我们的华西院承诺 第一 不用得到课 大概反应就反应 第二 需要回家的同学 根据每个同学的实际情况 因为我现在了解 包括我的女儿 现在也在其他学校 因为如果让她回 她不回来 我们的同学 大约是愿意回去的 就回去 不愿意回去的 继续在学校 把学习搞好 把学习搞好 把我们的规格的人赚搞好 好不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学的该不该补的问题 你以后要当这个科的医生 你又还没有轮断 你觉得该补 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医务工作者 对生命的敬畏 我们在学习期间 应该怎么做 我想大家 希望我们不会全是大家 第三个 同工同筹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 我们跟国家反应 但就是三点 好不好 如果说大家觉得 还有什么具体的诉求 这也就不然 最后学生们得到口头承诺说 随时可以自愿返乡 但是需要申请 补归陪 全凭自愿 同工同筹 可以与协和上海一致 但只是口头承诺 不发正式文件 还有学生说 带头抗议的女孩 很有可能会被约谈 同时导师 还有各班级 也紧急召开了线上会议 要求学生开视频 确认人在宿舍 与别人生管控 要守无一事 拒绝全意封锁 但是人们何以诉求 但是先生何以诉求 但是国家防疫 二十条举重 要自由 要平等 要平等 12月10日晚上 重庆医科大学 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根据现场的学生说 整个事情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是医学专硕学生 对归陪制度积怨已久 华西的刘靖 提出了归陪制度的本意 是效仿国外加强 对医学后备军的培养 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待遇 重庆医学院的学生 每年要交1万多块钱的学费 还有住宿费 国家每年返还 差不多有14000元的补助 这部分算下来刚好抵平学费 研医的话 如果是在科室管病床 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人民币 不管床就一分钱都没有 第二年考过职业医师证以后 每个月会多发500块钱 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生 二年级的学生 月薪是900元人民币 而且归陪的三年是没有假期的 每周只能够休息一天 加班是常态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医院的运行规则 有内部消息说 上白班的话 如果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 不幸收了一个新病人 问病史 查体 开医嘱 写病例 这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加起来 至少要加班两个多小时 如果当天管床的病人也很麻烦的话 加班五六个小时也不罕见 复医院外科更狠 有同学手术加班到凌晨四点 第二天还照样要求上班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教育部发通知说 大学生可以提前返乡 专硕申请之后 被医院以要求补归陪 要挟 或者研究生处 让导师找你谈话 跟你大谈奉献精神 医生情怀 可是同学们在无保障的情况下 怎么工作呢 真的就是为医院当牛坐马呗 归陪制度对于医学生的最大弊端 就是谈工作 是医生 谈待遇 你还是个学生 重庆医科大学 学生的诉求主要有六大点 无外乎就是要求重庆医科大学 按照国家的防疫要求 实施科学的学生进出管理 另外如果学生在这期间还要在医院工作的话 请学校还有医院予以相应的承诺 比如说学生患病之后 费用谁来承担 还有就是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他们明确要求要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 如果物资发放不充足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个合理的渠道能够及时沟通 学生示威之后 有辅导员出现在校园 想要和大家沟通 但是沟通无果 辅导员想要开车离开学校 被学生拦截 之后副校长出面表示 全体同学都可以自由出入 恢复快递 但是之后还是通知说 出校门的时候需要请假 导致学生们继续抗议 最后深夜 校长出面表示不追责 承诺保护学生 但是返乡还是需要和医院沟通 其他的诉求会尽快给学生一个答复 如果没有答复 学生们可以继续来抗议示威 另外还有学生补充说 重医儿童医院的专硕 通过抗争之后已经放假 因为儿童医院的宿舍条件 没有单独的卫浴 条件很差 副医院的情况并不清楚 但是之前发生过副医院 有HIV暴露的实习同学 没有人管 医院也不免费提供阻断药物 不晓得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重庆成都的医护阳性率非常高 大家普遍反映嗓子疼高热 大部分医院要求 阳性无症状的医务人员继续上班 如果症状重 可以休病假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部 已经养了60% 普通门诊也是一堆的阳性 普通门诊的医生 已经不穿蓝色隔离衣 也不测核酸了 放开之后 专门清空了一栋楼 配备了ICU 特殊的病人全部都收在那里 不过也已经住满了阳性患者 还有医学生群里的消息显示 类似的事件在全国普遍发生 好一点的学校同意学生自愿离校 但是还有一些学生加在了学校和医院之间 学校放人 但是医院不同意 目前各个医院可以说是发热就诊人数报表 有医学生说他每天接诊上百号的病人 北京海淀医院干脆公示大家说 全体医药师带病上岗 请宽容对待 而南京疾控中心却干脆取消了新冠病毒的说法 说成是流感样病例 还下发了一个关于发生流感样病例疫情学校停课的通知 与此同时网上还流传一个全国多个城市 疫情感染高峰比例 高峰到达日期和第一波疫情结束的日期统计表 你的城市上榜了吗